哎呦啊我呢 不过就是隔壁邻居而已 那你为什么就要告我呢 但是假就讲说 这个我的土地啊 他说啊你这个空地先给我盖一下 有什么管机 在民法的796条 有去规范业界建筑 那有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让他呢 物尽其用 如果业界过来的部分 我们经常会发生说 那要不要调和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拆掉 所以我们796条 就会有一些规定 但是他呢 法律要保护的 就只有 尤其我们台湾人都喜欢针建 那在针建的时候 我假就跟你讲说 哎 那我的土地 你不可以弄过来 你越来说会弄越快 我把他弄 我没努力 我把他弄那套天 因为他为贱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呢 要来上越界建筑 越界建筑啦 这个在我们的民间呢 很常见 譬如说呢 甲有一块地 结果呢 以盖房子呢 就把人家盖过来 这个是甲 这个是乙 把他把房子盖过来 人家的这个地啦 第一个甲呢 它有所有权 对不对 所有权呢 基于地下 地上 及天空 所以这个房子 如果是天空盖过来的情况也有 还有从地下跑过来的也有 那像这个所有权 在民法的 765条 还有 773条 旧土地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自由使用收益处分 所以我们所有权呢 我们以前就是绝对的 要保护财产权 在宪法上保护财产权 财产权很重要呢 感情比较重要 还是面包比较重要 所以永远是一个议题嘛 所以这个财产权 我们宪法上呢 一定要把它加以保护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把我亲过来了以后 那我所有权受到侵害 依照民法 767条 甲就可以告以 财屋还地 然后呢 你亲过来的这一部分的话 使用我的土地 就可以请求相当于租金的损害 或是不当得利 那我们一般来讲 都会用土地法97条 申报地价不超过10%呢 去计算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 跟损害赔偿 那通常可以追溯五年这样子 可是各位呢 经常就会 你把我换过来 我会给你财富凡地 这个乙它会三条杠的 我呢 也不过就是隔壁邻居而已 那你为什么就要告我呢 但是贾就讲说 这个我的土地啊 他说你这个空地先给我盖一下 有什么关系 他说哪有这回事 怎么叫做先给你盖一下 所以各位呢 我们先来看 如果以跑过来夹土地的部分 如果是属于围墙 或是属于没有跟房子连在一起的车库 或是属于无房厕所 这样子 他可不可以说 这不能拆 这是我的房子 这个不行 在民法的796条 有去规换业界建筑的部分 但是法律要保护的 就只有房屋 还有跟房屋相当的建筑物 譬如说游泳池 加油站 类似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你不是这一种 而是属于围墙啦 厕所啦 车库啦 这一些属于宠物 没有跟房子尬在一起的 那这个不受保护 在性质上呢 越界建筑保护的是房屋 跟房屋相当的部分 第四 我们如果越界建筑的是房屋 或是相当于房屋价值的建物的话 工作物建物的话呢 这个时候 就会适用到我们民法 796条越界建筑的规定 好 那各位 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原则上 你如果房屋盖过来我的土地 那我来告你 767呢 法院原则上就是说 人家所有权要保护他 所以呢 我原则上可以财务嘛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让他呢 物尽其用 那各位 如果越界过来的部分 我们经常会发生说 那要不要调和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拆掉 所以我们796条就会有一些规定 第一个 如果已是恶意的 他有故意或是重大过失 他就明知了 那些人的土地 他都没来管理 所以我就把他建过 那加上我们台湾人盖房子的话 很多人都不喜欢申请去建建 去申请建造执照 这样子 都不去申请 那自己就找那个来盖一盖 尤其有一些庙也是这样子盖一盖 那当然呢 当时这样 有请几天有招 你叫那个没有牌的人来盖的时候 各位 那甚至请营造厂来 那个营造厂是借牌的 放样还放到别人的土地上去的都有 所以都没有间接 那如果你故意或重大过失 已经间接出来 你明知道说 你的地界线就已经是这里 你还故意盖过去 那这个叫做铁拆的 如果有这种情形 就恶意不保护 全部要拆掉 这个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 已不是恶意 他不是故意 也没有重大过失 那这一种情形的时候 他或许没有间接 他也不知道 那他认为说 这个以前就是这样子 人家那个房子 从我这边凹进去 我就给他撩地 知道我们的地 是有邪的这个部分 他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 那就要看假 如果假知道 以业界建筑 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你业界 假就异议了 所以你业界的 有啊 有这种人 在盖的时候 已经房子 在增建的时候 尤其我们台湾人 都喜欢增建 在增建的时候 我假就跟你讲说 那我的土地 你不能弄过来 各位 你越来说它 弄越快 我放心 我去到盖房子 我去到盖房子 因为它未见 这个时候 我假知道 你已经业界 我又提出异议了 写纯正信函 人在那里 给你举白布条 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业界了 你还业界 那这也是铁拆的嘛 这个表示你恶意嘛 对不对 人家就异议了 那各位 那如果那个甲知道他越界 我就不跟你跟你说 我不跟你异议 等你起好之后我给你割 那这个情形 你当初就已经跑来家里跟我讲说 你偷盖过来了 那你还不异议 那我们去腹脏 我们去炒地震来凉过了 已经起到顶在那儿 你又越界过来 我就知道你越界了 我但是我不异议 等你起好之后我给你割 这个情形的时候 知道越界不异议 法律说不能拆 但是乙要给补偿金 贾也可以要求乙说 你要买我占用的土地 不过各位 这种情形很少 那种知道人家越界 还没去把他异议的金本 很少的 很少 来不及异议 或是忘记异议 或是说因为出国忙了 就没有异议 或是说故意让你盖好 再来弄的 那个就是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情形 他是不知道乙越界 那乙呢 或许他也不知道 他误以为这样 但是呢 假不知道越界 这我的头地 我就在那儿疏于管理 我不知道你越界 或是说呢 我误以为戒指线就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量出来的时候呢 哇 你这样才发现乙越界 那这个乙呢 他也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重大过失 他也不知道越界 或许他自己清楚 但是呢 他也没有达到故意 或重大过失的情形 他误认为说戒指线就在那里 就给他盖 盖得满 结果才发生越界 各位 这一种情形是最常见的啦 说假不知道越界 或许对方也不是恶意的 这种情形是最常见的 那各位呢 这种情形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原则上 我地主不知道越界 我也不知道你乙房子盖过来 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也不晓得已经越界 那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原则 我们还是要保护假的所有权 纵使你乙说 我也不知道越界 但是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应该都要先去找地震 铺杖 看戒指线哪里 所以还是你比较不对 他告乙的话呢 原则上是要猜的 有一种情形呢 它是例外啦 那个有时候 不可以规则于双方 日据时代的时候 他是去测量啊 那么日本人比较扎实 所以他都测量测量测量 然后就把它画成图 那叫地极图 那地极图呢 旧了破了 然后呢 地球又再又再转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现在的地极图 可能跟现地呢 已经不符合 所以呢 现在都是打卫星上去 所以一个以前叫做土解区 现在打卫星上去的时候 用卫星的定位啦等等 去定位这个土地的面积 所以那个叫做数值区 那这个地方呢 政府会办重测 结果重测的时候 我有可能本来我们两家的土地是很明显的 但是呢 就会位移啊 就可能你的房子就跑到我的房子来了 那这个时候两个都是无辜的啊 但是就我假来讲 我是有所有权的嘛 像这种重测造成的 这是不可规则于双方 但是所有权还是要解决嘛 或是说因为这个当初盖的时候放样就有问题了 所以它也不是重大过失 那会变成说 哇 我这个乙的合法房子跑到假的土地上来了 对 那如果都一定要拆的话呢 哇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整间房子可能会垮掉 因为那个刚好是柱子 就是简历 就是支撑柱的地方 那这个一拆的时候 那整个结构会垮下来 所以我们以前在当法官的时候呢 有的法官呢 他就判说要拆 要拆的时候 刚好是拆到那一根柱子 那我们可以拿 锯刀 咕咕咕咕咕咕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经常在执行的时候呢 就讲说这个你一定要找结构机师来 要怎么撑他呢 等等我才有办法去执行 甚至于说如果会垮下来的时候 我们执行处的法官 或是现在是执行官 他们就不敢拆 因为拆了以后 要搞不好国陪要被告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我们民法在修正才有796条之一 他说呢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 考量公共的利益 还有当事人间的利益 法官可以裁量不拆啦 以前我们都用民法148条权力滥用 那我们现在有了796条呢 法官可以裁量不拆这个房子啦 那当然裁量不拆的时候呢 乙还是无权占有 他还是要付长金或是不当得利 当然如果在这个不拆的时候 甲也可以诉请法院呢 就他占有的部分 要给我们架构 要把我们买走这样子 这个东西是不得已的一个状况 那各位呢 在我们的实物上呢 就经常会发生 因为我们房子啊 有所谓的建壁率 就是投影面积 我100平的土地 如果建壁率是60 通常一般是建地都是60 我这个房子盖在这里 旁边就要留什么 空地比呢 那这个空地比呢 是在让水空气都能自由流通 而且有房子延烧的效果 所以这个房子呢 通常要留空地比 经常我们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乙的房子本来它合法的就有留空地比 就是永远我们的房子都觉得不够 所以就一直增建 就一直把它盖出去了 房子就一直增建 所以各位呢 经常发生增建的房屋部分 去越界到隔壁啦 那这个时候在我们法院的立场呢 你虽然是房子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你增建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合法的 你根本当初建造执照 许可你的建壁力60 这个增建的时候 其实是违章建筑 原则上司法呢 认为你这个违章建筑 违法的不保护 所以增建的部分 我们法院的立场呢 原则上是要裁的 你用796条之一 要来主张说 请法官给我裁定说呢 因为社会公义啊 当事人的利益啊 社会公义 我法官去裁你违章建筑 可以越界 你损害我的所有权 你又是鼓励违法 那社会公义怎么说的过去 所以在这种增建的部分呢 我们原则上都会把它拆掉 不会用796条去裁量 除非说那是一栋公义 那各位一栋公义违章建筑 那也是非常夸张 那所以各位政府之间不拆违章呢 其实就变成司法呢 回去告他要拆违章 我们盖屋的时候呢 都应该去先测量 土地买卖的时候也先测量 附账 看看戒指线在哪里 营造厂要去盖房子的时候 这个戒指线都要定装的 日本都每一个装备都定得很清楚 然后我才开始在这个地方放样 才开始去盖 那我们台湾木包工业 木给他拿掉 就是土包啊 土包啊是拿来黑白国 都不申请建造的 那连放样都放错 放到别人的房子里面去 盖了一个透天的房子 竟然一大部分都在人家的土地上 那这个人家告你猜呢 你是一个违章 这个时候你叫法官说 哎呀拆掉太不拆了 这个房子好几百万拆掉那么可惜 法官原则上认为你是违章 我们不会那个 除非是说这个是重测 你的合法建物 跑到人家的家里来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确实不是大家的过错嘛 而且他当初有申请合法的建造 所以各位呢 以前越界建筑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一整排的房子有所谓共同币的问题 共同币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使用共同币 好 那这个我打掉了以后你会不会去侵害到人家的墙壁 那呢我们永远四楼不够隔壁就共同币两块砖的厚度 他四楼不够就加五楼加六楼加七楼 这里就会变成他的墙壁就直接拉齐到这里 以前很多人就会来告这个甲就来告这个乙说 你越界建筑要把这个地方呢全部敲掉 这一敲掉的话他的房子可能就要漏水 这种情形因为他也是违章 所以我们法院呢经常就会为这个很困扰 人永远就要给人家贪一寸贪一分啊 所以大家呢有时候在计较 有时候不是真正计较说你贪过来多少 而是真的你的行为很无理 你怎么这么不讲你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其他的有时候不是说你这样子 我就会扒一层皮或掉一块肉 而是说你贪一层皮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也会 这个共同币呢现在越来越少了 除非当时在申请建造执照的时候 都有开同意书说用共同币 否则现在的话呢 透天的话会留碰撞距离 但是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因为他都很紧密 那个有时候这里是有流氓火像的哦 结果呢他们在盖的时候呢 就又给人家增建出去了 增建到人家家里去了 这个火一烧的话把人家的房子烧掉 你是要赔的啦 所以我们在越界建筑里面 人家来告说你要把它拆掉 不可以越我的界 那各位经常我们发生这种情形 两家的房子当初呢都是盖这样 所以两个人空间还留着 他就去把它盖 他也去给它盖 结果呢他盖了一个不小心 因为我当初是想要再留一点防火像 他说我没有盖到满啊 我想留一点防火像 结果这个乙就说哦 我们的戒指线在这里 所以他就把它盖过来 盖过来了以后他就哇 你就越界 我要告你是违章 他说你检取我违章 我也检取你违章 他说哎呀那我不检取你违章了 我就告你 越界建筑 法院认为说这个是违章 当然要拆掉啦 他说哎呀你告我越界建筑 我就检取你违章 这个真的是天下大乱 那这个两家呢从此交恶 邻居交恶了以后是很危险的 我们当法官的人呢 经常看到邻居交恶 楼上楼下交恶 上去把他杀死 然后剩下两个孤儿 我在很早的时候呢 当法官民国八十二三年的时候 办过这个邻居交恶 当时是这样子的 这个建商盖房子前面有个花台 甲先搬来了 他就把这个花台种满玫瑰花 那乙搬来了 他认为这个花台应该一人一半 叫甲把它拔掉 他要种鸣灰啊 结果这个甲呢就不愿意 这个乙就自己动手 把它拔掉丢到马路上 让那个玫瑰死掉 那这个甲就很生气 从此两家交恶 那么有一天中午呢 他就拿汽油到乙的家里去 点火烧死两个人 从此以后呢 我都有空就帮隔壁扫地 以免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各位呢 相邻关系啊 为什么法律要求你把自己要顾好 别人不能侵犯你 同时法律也要求你 不可以随便去侵犯别人 他没有要求你很多 你把自己顾好 别人不能侵犯你 法律保护你 但是你也不可以随便便 去侵犯别人 以免造成这种悲剧 先跟同学介绍 业界建筑介绍到这里 那么以后呢 有机会我再来说明 谢谢